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华语新闻 我是主播毛毛 2011年6月20日至6月26日 美国阿肯色州首府小岩城 举办了第42届美国台阶道协会国际冠军赛 在6月24日星期五的世界锦标赛中 年仅8岁的华语小选手李承耀 获得了传统武器项目少年组世界冠军 并在第二天的世界锦标赛中 参加了全部7项比赛 表现非常强势的他 总共夺得了少年组传统武器和极限武器两项冠军 在6月24日星期五的世界锦标赛中 年仅8岁的华语小选手李承耀 获得了传统武器少年组世界冠军 并在第二天的新赛季锦标赛中 参加了全部7项比赛 表现非常强势的他 总共夺得了少年组传统武器和极限武器两项冠军 以及传统套路 自由套路 自由武器和极限套路四项亚军 今年是李承耀第一次参加美国跆拳道协会国际冠军赛 参加本次比赛的要求十分严格 参赛选手必须躋身于同年龄段世界前十 而李承耀在赛前的排名是世界第六 李承耀来自印第安纳州格兰杰 父亲李罗伯特是中国裔 母亲李克里斯蒂是越南裔 李承耀四岁开始练习跆拳道 并且在七岁的时候达到黑带初段 他除了上跆拳道课外 每天还要额外练习一小时的跆拳道 当记者问到李承耀对未来的设想时 小小年纪的他有着自己的目标 1969年 著名的跆拳道终身大师李信工 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 成立了美国跆拳道协会 自美国跆拳道协会成立起 约有超过100万的学生参加过培训 现在他在世界约有30万的注册会员 美国跆拳道协会国际冠军赛 已经举办了42届 在美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跆拳道赛事 跆拳道在美国乃至世界 都是十分受欢迎的运动 他在60年代 由韩国人李俊九大师传入美国 因此李俊九也被称为美国跆拳道之父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美国华语新闻 我是主播毛毛 在芝加哥向您问候 祝您健康快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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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